这是一场扬眉吐气的大胜,桑普多利亚在此前对阵纳布勒斯的五场比赛中都是落败,但是这一次他们终于找回了场子。 北京时间9月3日凌晨,2018-19赛季一甲第三轮继续进行,桑普多利亚在主场3比0大胜来访的纳布勒斯,本场比赛过后,桑普多利亚少赛一场击三分,在列一甲击分榜的第13位,纳布勒斯则以6分在列击分榜的第5位。 本场比赛安切洛蒂对于首发阵容进行了适当的轮换,众所周知,轮换是安切洛蒂的执教习惯。 他在赛前也表示,这是为了激烈球队,但是安切洛蒂貌似高估了纳布勒斯的板凳深度,虽然在场面上纳布勒斯不落下风,但是在机会把握方面却大大不如主场作战的桑普多利亚。 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,安切洛蒂果断换下首发的两个边风,虽然依旧没能取得进球,但是还是体现出了安切洛蒂的魄力。 这是值得称赞的一点。 比赛的第11分钟,德福雷尔接到队友传球后,在禁区前沿直接抽了一脚。 门将虽然做出了扑球动作,但是因为球速太快,只能目送足球飞进球门死角。 桑普1比0领先,比赛的第32分钟,又是德福雷尔,桑普多利亚在边路发起攻势。 足球在船向禁区后,夸比亚雷拉被身拿球后,将足球送到德福雷尔脚下,后者轻松射门得手。 桑普2比0领先,比赛的第75分钟,全场比赛最精彩的一幕发生了。 桑普、多利亚在禁区附近45度船中,埋伏在禁区中的35岁老将夸利亚雷拉,上演了一记非常精彩的蝎子白尾进球。 最终桑普在主场3比0大胜纳布勒斯,不得不说,35岁的夸利亚雷拉真是越老越妖,一甲妖风。 这一蝎子白尾的绝技,足以叫板一步一步的蝎子白尾进球,总是能让人回味无穷。 此外,桑普多利亚这场3-0的大胜,也帮了一甲霸主游伦图斯的一个大忙,在新赛季的一甲战场,安切洛蒂带领的纳布勒斯,是游文图斯,继续垄断一甲冠军的最大敌人。 而桑普多利亚在赛季初就帮助游文成功减缓了纳布勒斯前进的脚步,在最新的一甲积分榜上,游文图斯三战全胜,依旧分在列积分榜的榜首。 纳布勒斯如果不及时调整好状态,那么在新赛季依旧很难撼动游文图斯,在一甲的霸主地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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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